再来关心犯下捷运残案 正硬嫌犯 积压在看守所 所方首度让他放风20分钟 他犯案之后呢 被移送地检署 罚警拿笔要他签名 但是正嫌出现握刀手势 15秒眼神修狠 也就是担心他会伤害其他人 因此不但是住独居房 要特别安排他隔离放风 犯下残忍捷运杀人案 正硬嫌犯遭收押 肇事肇税没有良心不安 父母家人不曾探视 但检方侦查动作马不停蹄 先前已经约谈亲伤患者 和目击者26号前往 和平医院和双合医院 救训6名被害人 等解剖报告出炉 最快端午节后起诉 严身冷酷面无表情 看不出一丝悔意 郑嫌自白说从小计划杀人 这样的想法实在异于常人 郑嫌遭移送地检署 罚警拿笔要他签名 没有想到他却以握刀的方式 握笔时间长达15秒 让罚警一度紧张 以为他要拿笔杀人 郑嫌诡异行径 让承办检警绷紧神经 他坦诚不想活又不敢轻身 杀人是想被判死 动机明确 警方认为他有再犯之余 身压或准 手压第五天 郑嫌首度放风 早上9点半 囚犯都到操场跑步运动 但郑嫌却被带到偏远树从下 不但住独居房 放风也是独自一人 就是要避免伤人 他之前很平稳 那就是在那个 连书破文说要带刀上捷运 这样的模仿效应 接二连三 至少20人送半 警方不敢大意 就怕再爆发恐怖事件 记得阿光亚卖 我在S小子 新北市报道